大家好,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一家媒体报道的 梦想成为K-pop idol的练习生减少 人才公英亮起红灯的新闻 根据最新报告指出 梦想成为idol的练习生正在大幅减少 在首尔马普区的一个练习室内 去年通过电视选秀节目组成的团体Picos成员们 正在努力练习舞蹈 这个由多国成员组成的男团 有的成员练习了几个月 有的成员则是煎熬了几年的练习生生活后 终于实现了出道的梦想 Picos成员旁明根表示 我从19岁开始练习生生活 到现在大约已有5年了 因为不断接受评价 所以在这方面感到一些压力 另一位成员Kotaro表示 看了BTS前辈的Tainamite MV后 我发现到了有这么美好又帅气的世界 从那时起 我开始梦想成为K-pop idol 但是最近K-pop练习生的数量急剧减少 曾经坚定支持K-pop的练习生群体 正逐渐缩小 根据韩国内容真心院发布的资料 2020年有1895名K-pop练习生 但到2022年底 这一数字仅剩1170名 在最近两年内 练习生数量减少了38.3% 而不仅是想要成为练习生的人逐渐减少 已经是经济公司的练习生 自愿放弃的比率也在增加 这理由是因为 练习生实际出道成为idol的比率 从2016年的约80% 下降到2022年的约65% 减少了约20% 一家经济公司的关系人表示 由于成为十几亿人的比例减少 规模较小的经济公司 也逐渐在放弃培养练习生 所以K-pop练习生的数量 正在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场相关人士指出 青少年职业偏后的变化 是最主要的原因 根据教育部每年发表的资料显示 小学生十大梦想职业中 歌手从2009年的第六位 下降到2019年至2021年的第九位 中学生方面 2009年歌手被列为梦想职业第七位 但自2019年以来已经跌出前十名 而高中生从2009年开始 歌手就未曾进入过前十名 经济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爱斗存在 经历漫长的练习生期间后 是否能够盈利的不确定性 但成为网红 能在短期内创造受益 并且迅速见到成果 近几年来 K-pop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 但是在实际现场 未来K-pop人才的供应 却面临困难 许多经济公司 目前正在积极引擎外国练习生 并举办全球选秀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令人惊讶的是 在娱乐圈的人也判定 许多韩国年轻人 不再愿意忍受练习生的生活 大多数人更希望成为网红 再加上出生率下降 最终只能考虑 由外国成员组成的K-pop团体 出道本来就很困难 即使出道也没有成功的保障 而且在结束这个职业 转行做其他工作也会非常困难 尤其是当你的脸已经有点知名度 但不够出名时更是如此 如今像旁摊 人家亲国妈妈母这样的 中小型经纪公司的奇迹 几乎是不可能了 只有大型经纪公司才能成功 换做是我 我也会选择当网红 而不是进入中小经纪公司 根据累计的数据显示 爱豆出道后的成功率不到10% 如果排除四大经纪公司 成功率甚至不到1% 对于那些把人生堵在这上面的孩子们来说 逐渐减少也是件好事 听说台湾和日本有很多学生想成为爱豆 应该未来可能会逐渐增加 这些国家的成员比例吧 对于在韩国内爱豆人才越来越减少的原因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日本诗言的Seventeen Hoshi 在日本福岗举办演唱会的Seventeen 对于他朋友规伝 对于他身体补逊 但对于他身体补逊 出道人才越来越减少的接受 内衛现金 今大姿之外的 能安空方案 物端